我们有没有机会换换位置 我也想下棋 我想在这大燕京城里 和那些人痛痛快快地博弈一场 用什么棋子 我吗 肃国公敢说这话 我可不敢 不过我也会想啊 像我们这样的贵中女子 有没有可能见更大的天地 不说了 还是要多谢肃国公 今天的这一桌美食 今日我是开心的 不过我先说啊 酒我不能多喝 就这一杯 若是怠慢了肃国公 还请肃国公不要送客 不至于 顺便说一句 司徒九月不在京城 找到他 恐怕要一些时 我替薛宪令 多谢肃国公 才喝一杯就醉了 我是 闹了一上午 有点困了 我想眯一会儿 那便睡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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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如此一来 岂不是肃国公整日都让人在监数了 你也可以这样认为 拿着 我只是不想我这场棋还没有下完 我的棋子 就被别人吃掉了 指尖推 盼岁月倒退 朱军 亲二娘子来了 来吧 深夜打扰 不知道肃国公在忙于公务 还望见谅 无妨 不过是下下棋罢了 阿里可有兴趣一起啊 我来是有事相求 所以不便多留 又有事求我 与你有利 所以不算冒犯 说来听听 肃国公可想除掉太补令 你偷听我说话 我是跟着肃国公的人来的 自然没有机会偷听你们说话 不过现在看来 我来得正是时候 是因为江家除岁的事情 是 我的后母说动了父亲 想请太补令来家中除岁 我想此事并不寻常 仅凭他一人之力 并不能说动太补令和谋 我思来想去 我得罪过又能管辖太补令的 只有婉宁长公主一人 太补令管辖宫廷挪契 事关皇家 如今令头他主 肃国公 你岂能坐视不管 聪明 肃国公这是答应了 说说你的要求 帮我找个擅长口计 且会赋予之人 仅此而已 对 好 多谢 就不打扰肃国公了 我先告辞 阿黎 你方才说什么 什么 你方才说 与我有利 所以不算冒犯 我知道我欠肃国公太多了 心里有些慌 找个理由搪塞自己一下 我以前想着我欠你的事一样一样还给你 现在算算已经还不起了 别还了 那你就亏了 亏得起 那我先走了 嗯 那太补署那边的人手 撤了吧 是 可见二娘子只身一人 如何面对整个太补署啊 无妨 我亏得起 她就亏得起 这些二娘子有人脱底了 真好 今儿军棍就免了 我心情好 明天的事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太补令五十三刻就过来 届时 你把这个药丸散进若瑶嘴里就行了 你要盯紧胡一娘 别让她坏了我的事 夫人 我总觉得 那个太补令并非善来 这到时候万一又有些差池 该怎么办才好 有何可担心呢 你这是拿命才博啊 咱们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吗 金黛 你跟了我几年了 当你出生开始到现在 也要三十几年了 我从以前到现在 差挺多的吧 但是无妨 大小啊 你是家里最有主意的那个 你也最不听你父亲的话 但是你现在 和他越来越像了 连你也觉得我变了 是吗 夫人 其实你变成什么样 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老奴这辈子 怎么样都会护着你的 但是老奴不想看到你不高兴啊 现在 又特别怀疑那个 敢爱敢恨 脸上永远挂着笑容 咱们季家的大娘子啊 等出到了江里 一切都会变好的 你要保重啊 我先下去了 我先下去了